有人说,列宁是普京至死都不愿意放手的男人 哪怕他早已做股,遗体都减剩10% 普京也要每年花费百万维护费 只为将那10%妥善保存 就算无数民众自发请愿,恳请其将列宁安葬 普京也不为所动 想知道普京为什么不同意将列宁下葬吗? 1918年8月30日,列宁在外出演讲的过程中遭遇枪击 虽然这场贯穿左胸的枪击案并没有立即夺走他的生命 但因为后遗症迟迟无法根治 列宁的枪伤还是不可避免的出现了恶化 1924年1月21日,在第四次突发脑衣邪后 列宁结束了自己54岁的生命 他的事是给当时的苏联带来了重重一击 也让后续的遗体处置问题成为了难题 考虑到他为整个苏联带来了希望 斯大林最终不顾反对 执意对列宁的遗体进行了防腐处理 想要将其永久保存 但遗憾的是,因为当时的防腐技术不先进 在遗体防腐工作有序进行的同时 列宁的遗体就已经开始腐烂 再加上后来苏德战争突然爆发 列宁的遗体在转运过程中再次发生腐烂 等到政府终于能腾出精力处理这些问题时 列宁的遗体已经腐化了大半 仅有一小部分尚未完全腐烂 为了不让这一小部分受到影响 工作人员紧急切割了腐烂部分 并再次对列宁遗体进行了防腐处理 虽然最大程度保护了列宁遗体 但一番操作下来,列宁的遗体仅存10% 可以说这种长度的遗体已经完全没有继续保存的必要 所以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作为列宁遗体的保存方 俄罗斯总统普京被大批民众建议将列宁遗体妥善安葬 毕竟此时的俄罗斯已经不再沿用社会主义路线 继续保留列宁的遗体,恐有重蹈前苏联覆辙的危险 更何况,为了维护那10%的遗体 俄罗斯每年要支付超百万的维护费用 这对于如今经济陷入困境的俄罗斯而言 无异于雪上加霜 站在局外人的角度,俄民众的建议其实不无道理 但普京却坚决不同意这一建议 他给出的理由也很简单 第一,如今俄罗斯虽不是社会主义社会 但如果没有前苏联时期的硕果积累 俄罗斯不可能有如今的发展 对于俄罗斯来说 列宁并不只是一位伟大的领导 更是开路人与惦记人 这是深深刻在俄罗斯历史里的真实脉络 普京认为,无论俄罗斯未来究竟在何方 也不应忘记列宁做出的贡献 而同意埋葬遗体,就意味着否定先驱贡献 这是普京无论如何都不会同意的 第二,列宁遗体的维护费用 并不是由俄罗斯国库直接支付 一直以来列宁遗体的维护费用 都是由民间慈善组织负责的 通过向社会公开筹募资金的方式 这个名为列宁墓慈善基金会的民间组织 定时维护着列宁的遗体 并没有向政府索要哪怕一分的财政补贴 在这样的情况下 俄罗斯的财政情况并没有因维护遗体而受到影响 如果简简单单就将遗体埋葬 不仅基金会的剩余款项将去向不明 也会伤害到那些由衷感谢列宁 纪念列宁的俄罗斯民众 可以说这两点原因就是普京多次无视民众请愿 执意继续保存列宁遗体的关键所在 这是他在政权与民意间做出的平衡选择 而非单纯的一厢情愿 不可否认普京是正确的 毕竟如果一个国家连自己的律师都不再尊重 又从何而谈信仰与传承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给我们的视频点赞评论加个关注 下期再见